因為現在國民黨就是說 韓國瑜他是以新書發表會的方式 在1月2號他要再次出來 當然大家都在看他的下一步 雖然藍營自己認為說 最好他不要出來選舉 他最好能夠前程 最好在這段時間 好好的讓自己的能量再次的發展 剛剛你也講到說 希望韓國瑜能夠提升到2.0 但是黨內現在有人在分析說 因為包含了趙少康 朱立倫 侯友宜 跟韓國瑜 他們其實是各自在整個的光譜的一端 所以有人就這樣子形容 這是有一個國民黨明代他所形容的 他說國民黨現在像什麼呢 像民國初年軍閥割據中 打中原大戰一樣的混亂 所以現在很怕 接下來會被民進黨背發成功 所以他認為說 這些最後會變成是戰亂中的受害者 所以如果國民黨內現在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會不會最後還是被民進黨給政府了 我們如果先用基本盤來講 選前 利多 長紅那種假象 事實 事實應該就三分天下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藍白有沒有可能合的空間 或者是說萬一 我說萬一民眾黨這次九合一沒有選得很好 因為他沒有母雞帶小雞的時候 會不會被吸納 還是國民黨繼續內部在 你知道春秋五霸嗎 到時候誰會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啊 好 OK 如果說民進黨就是北伐 他要抬舉他們的吧 好 OK 我是說這一次三個人出來看起來 感覺至少 我還第一次看到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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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講了那麼多話 他每一次起來就重規重矩 很小心的樣子 OK 昨天可能有喝一點嗎 所以三個人 我坦白講就是說 我們這裡面就是有些人是趙王者 有些人是有分工啦 我不是 我說我在封關 我說至少在裡面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都有啦 當然趙少康他是要扮演什麼角色 可能還在討論一下子啦 因為你知道他有很多思維等等 這些想法很多有間諜對不對 那其實民進黨那邊其實也蠻怕趙少康的 但是又說他出來以後是知識男 可能沒辦法去整合其他的部分這些 所以我是覺得 目前為止韓國瑜 我是覺得這樣 他不一定要選 我們就看美國來講好了 美國當過總統的不一定當過州長 卡特是州長 克林特是州長 但是當過州長的 有時候不如那些參議員當過參議員的 拜登是參議員對不對 歐巴馬好像也是 歐巴馬好像也是 歐巴馬只是參議員 對 歐巴馬是參議員 有時候他們只是當過州長的 你會就是說他們對外交那種國家大事 其實全球那種大事 他其實不太懂 是被逼的 但是反而當過參議員的那個 在國會裡面看過大風大浪的那些人 我是覺得杜魯門也是沒有做過什麼 就是參議員而已 我是覺得說他不一定要出來選 這個時候他如果當過州長的時候 去湊合大家握手 我覺得當然人家會看在眼裡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信任的人可以總結 人家叫我幫你寫什麼東西 我不是你的幕僚 他真的要懂一些東西 下面一個圓桌武士這樣的人 重大的問題不要他自己衝第一個 你知道他每一次自己衝了會受傷 對不對 他有一個人要幫他去護職 那他的這個班底看得出來嗎 那我還是要回頭講說 真的他必須要去讀 我覺得他是扮演關鍵的角色 剛好在我所謂的權貴好了 跟本土這邊 他是剛好做一個 而且他太太是本省的嘛 對不對 而且他在雲林 然後他也被下放過等等 然後在台北這個所謂的 我們台北市政府那邊 也賣過菜嘛 賣菜行對不對 他什麼都幹過 所以文武都有嘛 我不覺得 我是覺得 我坦白講 我不知道他的個性 但是為什麼有一些人選後 不高興 一定有什麼沒搞 我是覺得 沒有錯 那個kimoji 那個有一點點kiru 你知道有一點磨損 還是怎麼樣 那些都是小事 要做大事的人 那沒什麼問題嘛 而且他酒量是那麼好 喝點飲料就好了 對不對 對 可以去處理掉就好了 而且因為到最後是支持者 他有那個魅力 好 所以就像 信隆界不斷講說 韓國瑜就是藍營 最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的拼圖 但是現在就是希望 他最好就是不適合談選舉 所以他現在講的都是在做愛心的部分 都是社會公益的部分 但是我們剛剛問到大謙 當然有講到說 一開始的 我們也不知道說 韓流裡面是不是有一些是反串的 那這個就牽涉到什麼呢 就是牽涉到1450嘛 就牽涉到是他們在做大內宣 好 我們就來看到 現在民眾黨他們也發現說大內宣又來了 最近政府這幾年編列了大內宣的一個預算 聲稱是政策的宣傳 那麼在野黨的立委先前就發現了 明年中央政府的總預算總共編列多少錢 18.6億元的媒體政策跟業務宣導的一個費用經費 那麼民眾黨立委邱成遠就說了 部分的部會會把這些行銷的費用 挪到俗稱小金庫基金的基金預算裡面去 所以這些用途應該要講清楚 因為這個部分是不清不楚的 包括立委和孟凱也說了 這個觀光發展基金有5.5億 是用在全球媒體的廣告採購 但是這兩年因為COVID-19的關係 根本也沒有需要去國外做這個廣告 做這個宣傳 所以在這個時候 打這個國外的這些廣告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根本就是在亂撒錢 其實民進黨政府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相信他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也投注了很大的資源 來培養他們的網軍的部隊 所以民進黨有沒有網軍 這已經不是一個問號了 這不是一個問句的問題 這是一個肯定句 用驚嘆號就好了 民進黨當然有網軍 因為從賴清德當時認證之後 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太多一次又一次的這些網軍 然後被大家揪出來 被大家發現說 背後有各式各樣盤根錯節的關係 前一段時間要不是因為王立宏出事了 林秉書的案子 可能到現在都還不會停 但是因為王立宏的事情 就蓋掉了林秉書 所以原本我們希望 借著林秉書的案件 能夠讓民進黨的這個網軍 就像一串粽子一樣 一個一個的能夠扶上台面 那麼我們希望這個未來這個工作 還是能夠完成 但是大家想想 網軍拿了這些錢 他們總要做點事 就各位以為網軍要做什麼事嗎 網軍拿了這麼多錢 只是去按讚嗎 或者只是去你的這個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上面留言給他加油嗎 這也是最基本的工作 各位知道嗎 就是網軍真正厲害的 已經不是在正面的這個吹捧 網軍真正的厲害的是 他可以在網路上扮演 各種不同的角色 然後開始操弄對方陣營的 各式各樣的變化 譬如說像這一次 我們看到有很多網路上的人 一看到這個韓市長 這個要辦這個 新書的見面會 就開始不斷的放話了 支持他選舉 然後要選這個要選那個 一大堆媒體就開始炒作這個話題 然後民進黨的這些 綠營的call in節目 就開始又又繼續的 把這個話題不斷的渲染出去 那大家想一想 就如果這個議題為真 那對韓市長來說是重傷 就是他去韓市長 這個韓先生敲敲門 他原本就講過 他是為了慈善而做 為了公益而做 為了這個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為了讓台灣的每一個角落在努力的 這些無名英雄都可以被看見 他去做這個工作的 如果今天他最後的結果是要來參選 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他所有的過去的努力 大家都會把它解讀成為說 這就是你要付出的這個熱身 你做這個公益的目的 第一就是為了要付出參選而已 所以這樣的放話 對韓市長怎麼會是個好事 更何況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規劃跟想法 第二大家想一想 現在這些在網路上鼓吹這些事情的 這些網路上的這些朋友們 他也許是朋友也許是1450 但是這些鼓吹 韓市長要參選的這些訊息 馬上就會造成國民黨自己的 內部的裂痕跟內訌 就國民黨自己 內部的這種各種的勢力 之間的這種矛盾就會產生了 這對韓市長來說 怎麼會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把它丟到一個戰場裡 他又沒有要參選 然後你就偏偏就到處告訴別人說 這個他要選台北 那他要選台北 講完應該怎麼看 又說他要選哪裡哪裡 這些東西都會造成 國民黨內部的問題 所以我要講的是 這才是網軍高端的地方 就是說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利用對手陣營的化學反應 而不需要靠政黨跟政黨之間的物理作用 來擊潰你對手 他只要造成自己對手陣營的內訌 對手陣營的分裂 對手陣營的這個互信破裂 然後對手陣營就崩解了 所以我說有的時候 在政治的操作過程上 民進黨非常了解 政黨跟政黨的競爭 有的時候不是靠物理作用的 是靠化學反應的 而這個化學反應是 引爆對方陣營內部的問題 所以在我們這自己節目上 我們就看過很多網軍的反串 我在這個節目上 曾經當時有一次公開發火過 對著網路上的朋友說 你不高興可以不要看 這個是當時發生什麼事 就是國民黨在黨主席選舉的時刻 就是黨主席選舉的時刻 在我們節目裡頭 進行黨主席選舉的評論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人在下面開始帶風向 說孫大謙不敢公開講支持張亞中 他就是朱立倫的走狗 就開始帶了 就開始帶仇恨值了 說誰誰誰就是有問題 誰誰誰就是誰的打手 那表面上看起來 他好像是支持某一個人的 可是事實上他真的是嗎 有了2020年 我們當時幫韓先生 服選的這個教訓跟經驗之後 我開始高度的懷疑了 就有很多人他可能只是反串的 他為了在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過程中 造成國民黨支持者的對立 造成國民黨在選後的分裂 所以當選完了之後 朱立倫先生當選了 你就看到有一些 1450開始反串了 說國民黨沒救了 我們要離開國民黨了 大家一起退黨吧 大家去別的地方吧 這些都是很標準的網軍操作手法 所以我要跟各位觀眾分享的是 這些年來我們所看到的網軍的操作模式 他已經從1.0版變成2.0版了 網軍也在這個進行轉型跟升級 所以我們一般的民眾 在面對網軍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要有不一樣的角度來解讀 在網路上所發生的很多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我要講的是 剛才這個淑芬說 韓粉還在不在 韓粉都在 我相信所有的韓粉 所有的好夥伴都沒有離開 所以1月2號那一天 我毫不懷疑 那個場面一定是空前盛大 甚至爆場 因為光從最近這段時間 韓先生那本書 已經賣到在實體書店 根本就斷貨的狀況了 就連我想要買幾本 給我的親朋好友 我都必須要上網 去博客來 去哪裡去訂 可能才訂得到 而且還不是立刻可以拿到 像我昨天在成品書店的線上 要訂書 也不過就是幾本書 可能都要拖到下個禮拜 我才能拿到這本書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光從我們手刷的這一萬多本的書 在實體店面 立刻賣完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所有的韓粉朋友 所有支持韓國瑜的庶民夥伴 我們都在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韓先生也特別說過這句話 沒有韓粉 只有中華民國粉 我們之所以聚集在一起 是因為我們熱愛這個國家 我們願意為這個國家 跟這塊土地來奮鬥